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天多方都还是有抵抗的力道 所以都能够留下影线 基本上我们认为大盘 其实它还是在一个相形的区间来回震荡 整个要走出突破的格局 还是要看到成交量能够稳定地放大 讲到震荡当然很多人这个时候 可能会想说不知道选后的变局会怎么样 那不如来买一下一些反向ETF 或者是选择权的卖权 甚至是放空期货 放空个股 基本上有一些避险的观念是很好的 但是避险到底要怎么做 适不适合散户来做 这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了 因为大部分我们讲到的避险 这些理论 实物 工具 策略 其实真正用得如火纯青的 非常熟悉的都是法人机构 因为第一个它部位大 它为什么要避险 你知道法人为什么要避险 照理来说看坏就减码 保守就卖股票增加现金 这是最简单最容易的 你一个案件卖出股票 几秒钟的事情 你的风险就降低 现金就增加 那法人为什么不太这么做 或者说他们要做这个动作 卖出相对受到比较多的限制 因为法人基本上公司的内归 不太能够允许短进短出 第二个因为法人的部位大 这是最重要的因素 他们持股很多 所以他如果持股要大量的卖出 可能就是搬石头砸自己脚 因为会影响到股价也会下滑 那第二个如果将来发现 事件过后没有太大的风险 他又要把这个部位买回来 那又是一番功夫 所以他可能抱有这么多的股票 或许微幅的调节 但是大致上核心持股 波段持股它是不会去动的 那怎么保护这些股票 万一因为风险事件跌下去呢 所以就来做一些反向空方的操作 这个就是避险 所以法人做避险是有必要性 而且他们有足够的专业知识 但是呢如果讲一般散户 我们看到像这个00677U 那这个就是富邦VIX ETF 那各位看到 这个这两天呢 很多人都跳进去买 报大量 但基本上呢 以股价表现来说 只有本周四呢出现上涨 那周五呢大致上就已经算是持平了 那其实这个标的不是很适合散户来做操作 第一个你必须要了解它到底是什么 说实在呢很多人呢 会把富邦VIX看成是好像呢 如果台股会下跌的话的一个搭配避险产品 其实这个观点不正确哦 因为富邦VIX它其实跟台股并没有关系 那真正跟它有关系的是什么 我们先把呢VIX说明清楚 VIX的全名是Volatility Index 那又被称为波动率指数或者恐慌指数 那它真正连结的是 每股S&P500指数的选择权隐含波动率 所以注意哦 它跟台股根本没有关系 是S&P500指数的选择权隐含波动率 那么它主要是在反映 未来30天内投资人对S&P500波动率的预期 认为波动会加大 VIX就会往上涨 那富邦VIX也才会往上涨 但是呢长时间观察 VIX指数多半都是保持低档稳定 很少往上涨 那上涨的时间都是昙花一现非常短 那所以你千万要注意 真的要操作VIX绝对不能逢低加码 也就是说当你买进以后 它没有如你预期往上涨 反而是下跌 这时候你处于赔钱的状态 你千万不要想要降低成本去逢低加码 因为我刚才讲了 VIX的上涨都是昙花一现 你出手一级不中就要退场 更不能当作买保险丢着不管 那买保险的意思就是说 像我们买一些受险 残险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风险事故 就缴了钱 然后呢买一份保障 那如果真的发生这个风险事件的时候 你可以得到一些补偿 那如果没有发生的话 这笔钱就没有了 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跟想法 但是其实就VIX来说 它不是让你买保险摆着的 然后去等那个风险事件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是保险真的风险事件 你的确是能够收到理赔金 可是VIX当你放久之后 它的价值会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那就算真的等很久 让你看到了风险事件 股灾来了 它都不见得会让你赚钱 那最后一个当然要注意溢价率 这个我们常常在提了 所以你看到这两天 其实大家因为担心 美国的疫情跟选情 跳下去买富邦VIX 结果呢 这个溢价率呢 我看差不多也有6个percent 代表呢 你如果真的去买 那你就是买贵6% 等于现买现赔6% 所以我觉得 最好的降低风险的策略 不是去买反向ETF VIX ETF 债券ETF 还是放空 我觉得最好的避险策略 对散户来说 就是减码增加现金 当然减码呢 不是在看到跌的时候 才呢 急急忙忙地乱杀乱砍 是平常就随时要做好呢 资金的分配跟管理 所以我们呢 其实在这个礼拜 前几天上半周的时候呢 就陆陆续续在逢高获利 减码一些个股 那当然就代表 我们手中的现金是增加的 那手中现金增加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美股跌或台股跌的时候 那个心情跟想法就会完全不一样 因为你有钱 有钱在手上看到股票跌 你会想要的是买进 而且当然是要买进 趋势一样成长的股票 那么我在礼拜四的节目里面 有举例说 就打个比方而已啦 打个比方我们讲呢 今年有很多人想要换新手机 去买iPhone 12 所以这当然就会带动 整个iPhone相关供应链的商机嘛 那你会因为现在 川普或拜登 谁入主白宫当总统 然后改变你这个决定吗 应该不可能嘛 这根本没有相关的事情嘛 拜登当总统 你也是要换iPhone 12 川普当总统 你也是换iPhone 12 没有影响 所以真正的趋势成长股 它不会因为单一事件 就影响了它的获利能力 那我们减码保留现金 买进趋势成长股 我觉得这个就是最佳的防御策略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呢 逢低在盘下买进 2609阳明海运 尾盘拉上来收高 那因为昨天阳明海运召开法说会 那这是昨天买进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今天股价拉上去 那基本上我们来看一下呢 到中午左右的一个分时走势 那今天最高呢 已经来到了12块钱了 代表呢 即将呢 突破前波的高点 那我们很快地把昨天呢 法说会过后 第一时间出炉的法人报告 最新的观点 跟各位呢 分享一下 这个小棍棍的 法人报告 我们来看一下呢 元大投雇 那最新的法人观点报告 那首先呢 直接把大家最关心的事情 直接我们破题 目标价呢 是定在 这个13.5元 那今天的高点是12元 那等于隐含的涨幅 目标涨幅是16.3% 那这个13.5元是怎么估的呢 是用2021年EPS 那乘上1.6倍的股价净值比 那因为呢 今年的EPS就有机会来到1.7元 那这个是2011年以来的新高了 所以呢 当然有机会适用于 相当于上一次景气循环 或上一次获利高峰时候的 估值水准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 其实像这种景气循环股 你要怎么样去抓 合理的目标价 一定是去看它过往 在获利大好 景气高峰阶段的时候的 评价水准的上缘 那用这样子的一个估值 来抓它将来的目标 那当然如果说 整个获利能力再上修 或者说呢 可能因为一些产业地位的改变 让整个估值评价再上修 这个目标价都还有提升的空间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呢 关于运价的走势 那事实上呢 这几条涨最多的 就是呢 美西 还有美东线 那这个也是呢 阳明海运 它的获利贡献的主要来源 那值得留意的是呢 我想呢 今年爆发新冠肺炎 在算是第二季 第二季是欧美最严重的时候 不过大概就从四月过后 五六七八九 整个第三季上来之后呢 出现了强劲的运价大涨 但是往年呢 传统惯例来说 十月过后 大概这个运价呢 会相对比较转淡一点 第四季会比第三季 稍微差一些 因为高峰已过 但是今年完全不一样了 在昨天的 阳明的海运里面 也 阳明海运的法说里面也提到 今年第四季将会是 有史以来最旺的第四季 那原因很简单 因为 第一个来说 现在呢 很多飞机 是不是停飞 那因为以前呢 有很多飞机 是所谓的客货机 载旅客 也载货品 但是这些飞机 现在呢 成本考量 都停飞 封存了 所以呢 这些需要运送的货品 只好呢 退而求其次 转战海运来做运输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 那当然前提是 它的时效性 可能不是那么样的高 那第二个呢 现在其实在美国的 一个零售消费数据 是持续的回升 而且呢 库存是在低档 那进入到感恩 跟耶诞年底的旺季 其实大家今年 减少了很多旅游支出嘛 因为毕竟肺炎的影响 不能外出 所以就把这些多余额预算 拿来呢 换家具 换电视 换各种商品 所以呢 这些大型的商品 就靠着呢 海运来做运输 所以现在整个货柜呢 其实是处于呢 严重的 抢柜的一个状况 大家必须去抢柜 所以呢 第四季的运价呢 维持在高峰 高档不坠 那加上呢 油价在低档 因此呢 相当有利于获利 那预估呢 阳明海运第三季的财报 会油亏转移 那另外呢 我觉得很值得一提的是 有时候投资一家公司 大家也常说 其实是在挑 经营团队 甚至是在看 董事长 总经理 看老板 那阳明海运 其实相较于其他的 海运公司来说 今年最大的不同点之一就是呢 他换了一个新董事长 这董事长呢 叫做郑真茂 其实我跟他还有一点 一点渊源啦 当然虽然并不熟悉 但是还是有一点渊源 什么样渊源呢 我跟大家讲 其实郑真茂 他过去最早的背景 是来自于外资花旗环球证券 然后后来呢 他算是比较进入到 办官方到官方的机构 那包含有一段时间 他在台湾金融研训院 担任院长的职务 那我那个时候呢 是台湾金融研训院的 首席讲师 所以其实在那个时间点 不但呢 跟他有一些互动的机会 甚至呢 我还跟他呢 交流过股票 那基本上 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 从过往 我看他所担任的 每一个职位 尤其特别是在 金融研训院时期 把整个比较呢 过去比较没有 进步活力的 金融研训院 大刀阔斧的改造 然后变得是一个 其实充满了 成长动能的一个机构 我亲眼见证了那一切 所以我对于这个人的 不管是说 他的一个领导风格 或管理能力 或他的一个细心用心 其实我是 有很深刻的印象跟感受 那看到这一次他接掌了 这个所谓的烂摊子 阳明海运 其实过往是一个烂摊子 那当他愿意接下 这个烂摊子的那一刻起 我就知道 阳明海运将来一定会成功 一定会大翻转 那在昨天的法说会 他亲自主持 这是他第一次的 阳明海运的法说会 那我觉得他提到了一个重点 将稳健公司的财务 致力于让外资跟法人 持股比例倍增 从这里你就知道 这不愧是来自于 外资券商背景的新董事长 他懂得说 怎么样让一家公司 除了经营绩效变好之后 要在资本市场 受到注目发光发热 法人买盘进来 那将来这个股价 当然就非常不得了了 好 那还有很多的个股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产业跟个股的重点 还有很多精华 千万不要错过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锁定非凡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我们跟各位提到 六四四三元金 已经逢高获利出清了 那元金应该是 今年呢 很多散户 非常喜欢的一档 小标股 股价低 又搭上了太阳能族群的 这个乐若 所以很多人呢 很喜欢在元金 这档个股呢 来回回操作 那其实当股价走到这个位阶 特别注意 所谓这个位阶 四十几块钱 不是二十几块了 也不是十几块钱 所以我们操作 一定要灵活 这是保护自己 你宁愿少赚一点 也不要高档套牢 那我讲过一个概念 如果你把元金 看成是 高楼大厦 这个可能是在二十层楼高 万一有个地震 台风摔下去 那就是受重伤 甚至死翘翘 但如果你是在呢 其他的新人员股里面 找一些呢 体质也很好 但是呢 股价在低档的 像是上尾投控 或者是呢 整理过后的中心电 那这种股票 你说真的就算呢 摔下去 那就是从一楼摔下去而已 了不起擦伤一下 没什么事 所以各位看上尾投控 当然你不用呢 在高点的时候去追 但是拉回在低档的时候 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其实呢 开始留下影线 代表上档有支撑 但是呢 这个星期三跟今天礼拜五 他尝试上攻 也都留了上影线 那因为呢 这里 前波跌下来的地方 他还是有一些套牢量 所以呢 稍微必须呢 去消化一下这些卖压 但是呢 基本上呢 随着中国大陆呢 陆上风机 离岸风机的补贴 陆续要到期 这个产业的一个趋势 跟动能都没有改变 还是非常的强 况且我们讲过 上尾投控他的转投资 上尾新材料在大陆挂牌 那他的目前股票的市值 都已经远远的超过 现在上尾投控在台股的市值了 所以我光转投资的持股的市值 都已经呢 大过于母体母公司本身 这股价当然是委屈了 那当然 只是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去消化一下筹码 但是呢 你对于呢 这种低位阶的股票 其实是可以反而比较安心的 那反观你看 6443元金 今天呢 是不是跌下去了 那我们在节目里面 都已经公开 跟大家讲了 我们获利出清 好 所以 很多时候呢 投资人当然除了 不太晓得怎么样选股之外 那有的时候呢 还常常不晓得什么时候 应该要积极上车 什么时候要赶快下车 这也是一个 投资朋友常常会碰到的难题 否则你股票呢 假如说以原金来讲 你是在它观景币的 最后一两天去买 那放到今天 你根本上已经没有赚钱了 又变成报上又报下 好 那再来我们谈一下 汽车产业 那可以看到 目前呢台股的汽车领主件族群的 月营收跟年增率 都开始往上 那其中呢 三大车是中国 美国 欧洲 目前呢 足迹的车市的销售量年增率 在今年呢 第一季到第二季 也都出现了落底 那其中回升最快的 就是中国车市 红色这条线呢 代表就是中国车市的 季度年增率 那目前呢 在第三季 已经翻为证数了 那欧美的部分呢 还没有翻证 但也是持续的回升 那新冠肺炎呢 如果持续的爆发 恶化下去 那事实上各国呢 当然相对它的 因应跟处理的经验 绝对会比今年第二季 上半年的时候好很多 那其中呢 这个关于像中国的一个政策 我觉得就是可以当作 我们一个留意的 选股的焦点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要拼经济 那你要怎么样 去扩大你的内需市场 你要怎么样带动投资 就业消费 那政策的一些补贴的方向 跟提振的产业就很重要 像是中国的车市 其实就明显看到它 复苏回升的力道 那我们讲到呢 像352的同志 因为它有七成的业绩 来自于中国 所以呢 当中国的车市变好的时候 同志的受贿就会很直接 那昨天呢 我们也逢低布局同志 尾盘拉上来 那今天稍微做一下整理 那跟大家更新一下 一个最新的一个基本面 同志呢 已经公告了 8月跟9月的字节获利 那其中8月的单月 获利是0.46元 9月呢 是0.9元 所以8月加9月 获利达到了1.36元 那上半年我们说 同志是亏损的 半年合计 亏了1.36元 不过它是呈现呢 足迹的亏损缩小 第一季亏比较多 第二季小亏一点点 那如同刚才所说的 现在8 9月 它已经赚钱了 尤其是9月 单月赚了9毛钱 快要逼近1块钱 将近是8月的1倍 那你就知道 这个转机 它已经很明显的浮现了 当然我说过 一家公司 它的未来会变得怎么样 绝对有人更早知道 所以在同志的周线 以及月线 其实早早就看到 在没有利多消息的状况之下 底部报大量 公司明明半年报亏损 却有人敢在底部大买 那股价 没有赚钱的状况之下 还能够100多 这自然有它后面的道理 那你从8 9月的业绩 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转机性的确是成立 那3149政达 也跟呢 汽车 电动车有关 那昨天 逢低加码 那拉上尾盘 冲高 那今天呢 高点又来到了18.3元 那其实 最近它还是维持在一个 上升的形态 那其实我们中间呢 也曾经灵活操作过 先出清之后再一次买回 那基本上呢 看好的方向没有改变 那就是更灵活的 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一个波段 一个波段 来掌握住 公司未来的 营运的爆发力 那我们说到 它是鸿海集团呢 跨入到电动车 领主舰当中呢 很重要的一个骑兵 所以呢 未来的一个转机 值得呢 持续锁定 5443均好 昨天盘下买进 这抱歉 这个是之前啦 抱歉 拿错张了 这个10月21号 我们要讲的是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才对 抱歉 更正一下 昨天在盘下买进 在这里去做一个买进 那这个 10点钟过后呢 大单开始 急速地拉升上来 冲到35.8 那今天再供到36块钱 所以呢 股价呢 又改写了新高 所以呢 持续地往上电高当中 那未来的订单能见度 其实是很高的 因为呢 在半导体的自动搬运系统 这方面 已经导入了台积电的厂区了 那未来呢 随着台积电的资本支出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 中长线 这个效应呢 会逐步地显现 那当然呢 设备股 因为业绩呢 它并不是很稳定 并不是说 这个月成长 下个月一定还会成长 然后在下一个月 还会再成长 并不是 他们常常会有单月营收 比较暴起暴露的现象 所以这些公司 对于一般投资朋友来说 你要掌握会更难 不管是业绩或股价 那操作到这里 当然 每个人心中自有一把尺 知道呢 你应该要怎么做 但是呢 对于如果有一些个股 你对它的未来 掌握得不是很清楚 那你也不知道 这个下一波的一个买点在哪里 那欢迎跟上 魏洋老师的脚步 热情地在这边邀请大家 因为呢 我们下个礼拜呢 乐观看好 会有很好的进场机会 跟很强的标股要布局 如果你有兴趣 就来电 跟上我们的脚步 一起操作 祝大家操作顺心 下周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应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